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接著送上這場賽事 就是63KG的四人塗大賽金腰帶的總決賽 由香港的紅方的前例中 對著南方中國的魏裔 師傅你也說過 究竟這次是以油制光 還是以光制油呢 這場是魏裔是以光性打法的 以拳腳的重擊而贏對手 而前仁宗用點打的 前仁宗開始走位了 進行第一個回合 在攻距離之內 踢完對方拿點 然後走出攻擊是距離以外的 魏裔想近距離攻擊 用重招 打這個前仁宗 所以前仁宗是走位的 不停的拿距離 拿點 不同的硬碰 拿點 因為很高分的 踢了他的手 凡是這個泰拳Pocket賽事 如果是發招 能夠重擊對方的任何一個位置 手、腳、腰都可以得分數 魏裔如果以拿點來說 現在就吃虧一點 前仁宗很小心 很小心防守 扭起腰 拿距離 怎麼打 拿距離拿分 踢完他就走 前仁宗很聰明 當對方拿到分的時間 對方想強攻的時間 他就馬上呼籲對方 制止對方連續的攻擊 現在魏裔不停的想 在後位置重擊 所以慢慢走過去 壓迫對方 但現在第一回合 密度不夠 所以魏裔比較 吃虧一點 拿分數不夠 前仁宗不停的勢也好 向前攻擊 向後游走 在距離之外 吃到距離 拿很高分數 拿很多分數 一踢完他就拿位 游開 要講幾回合 第一回合 前仁宗佔很多分數 拿很多分 擋他 擋他 然後還擊 魏裔用拳打不到 前仁宗佔有空手 其實是假動作的 直撐 假動作 這下摔達 摔達 摔達 沒分的 魏裔想強攻 想拿強攻 但是拿不到 前仁宗 拿近距離 制止對方攻擊 不讓對方密集 前仁宗佔有空手 打到技術 攻擊四雷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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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攻擊對方 希望制止對方的強攻 第一回合結束 打得想好 第一回合結束 你自己覺得前仁宗的打法是好一點的 前仁宗佔有很多分數 如果我是第二回合 第三回合 如果魏裔繼續 用這個 慢慢 不得主動性 向前強攻 魏裔吃虧 即將進行 第二個回合 如果我是魏裔教練 我一定會 密度高些 太慢 如果這樣打法 蝕張 他就一直攻擊四雷之外 近距離 孤佔 顧對方 不讓對方連續攻擊 瑞瑞好急 一向前 太急了 坐著主動 強攻 瑞瑞的拳腳很重 直撐 蝕張 左手腿折擊對方 又是浪高的腳 不讓對方連續攻擊 所以是游鬥 師傅,他聽了你講 第二回合一出來就開始主動拳 就不像第一個回合一樣打 以第一回合的節奏 魏裔是一路輸的 一定輸的 所以他向前不停壓著對方打 因為他使出前例中的殺傷力是未夠 所以他就主動向前 而且抗打能力是前例中的 所以前例中就不想不同的游鬥 吃完之後就抱著對方 抱著對方制止對方的攻擊 但是魏裔就不理你了 你知道你想這樣打法 我就變招用強項 用自己的強項密打對付你游鬥 抱著之前就是左右勾拳 近距離就失撞 但是魏裔不給你游鬥 但是魏裔不給你游鬥 低掃腳 魏裔不給你游鬥 至於這個回合 魏裔佔準上風 魏裔押著打 你想打游鬥 想打游鬥 想用技術去勝出我 不給你這麼容易 口路向前,直撐 一直逼住,左掃腳,左掃斜 前禮宗想哭,哭不住 可能中了重招,虧了道氣 中重招,又中腰又中腳 師父,很明顯,第二個回合一開始 魏睿已經採取主動 完全改變了第一個回合的打法 所以這個回合應該拿了不少的分數 如果他打慢打的技巧而言 他會輸給前禮宗 所以拳手分兩種 一種是打技術型的 一種是眼控型的 在不管對方攻擊距離之內 進入對方,然後狂攻 放進了,想KO前禮宗 看到前禮宗還捱了這個回合 最後10秒 再10秒 前禮宗想走位,但走不了 被魏睿攻,推著打 踢多腳,踢兩腳 第三個第四腳 其實拳截不對 已經響了中,不能被他攻擊 很虧張 前禮宗在最後受了三拳,一腳攻擊 很明顯,剛才看到第二個回合 魏睿改變了打法 步步進攻,不是像前禮宗那樣游鬥 不同的浪費時間 亦都好像你這樣說 想KO前禮宗 但是前禮宗都很耐打 抗打 抗打能力很高 因為前禮宗苦練了三個月 剛才最後響了中 連續中了三腳 又中了幾拳 對身體來說,受傷就會創傷了 最後幾拳下,一腳 最後了 很精彩 一個游鬥,一個狂打 好,第三回合 第三回合,開始 第二回合 繼續強攻 前禮宗,一個回合 回一起咒 可否有辦法破解對方的強攻 強攻 前禮宗不理會 繼續跟他搏 固定 前禮宗不理會 跟他搏 鬥刺很強 剛才兩回合 第一回合就是前禮宗贏 第二回合就是 銳以大點數獲勝 現在看第三回合 前禮宗跟他打近距離 就是他的拳腳 如果硬碰了就很難 一樣打,前禮宗 一樣走位打 拿點數 銳以一樣用強攻擊 一路向戰 一路向戰 想站好前禮宗 前禮宗橫強抵抗 一路繼續 堅持 鬥志 鬥體力 鬥毅力 鬥大家的強 前禮宗現在沒辦法 想走打 不然走打 由走打技術型 變成強攻型 轉回對方 轉回主動 因為知道走打走不了 現在主動 變成兩位都用強攻型 有技術型打不贏你 用強攻 最後一回合 大家拼拿點數 希望在哪個贏得到 前禮宗打一轉 低掃腳 後邊拳 邊拳 中了KO 右邊拳 前禮宗 我們香港拳手 是 雙方拳手都消耗了很大體力 前禮宗左掃腳 高腳 有很高分數 有很多分數 高腳 低掃腳 高腳 以為有少少 有少少氣力不計 我以前那麼鋒鳴向前攻擊 哎 拳很正 拳得很正 拳得很正 拳中前禮宗的面部 但是前禮宗 因為之前第遙俠俠輸太多了 所以遙俠希望跟他 不理你了 不跟你打 又斗了 跟你硬拳 你拳我一腳 左手仰你 又一腳又一腳 撐住你 和你 哎 慈禮宗就有體力了 繼續堅持 雙方堅持 繼續 不是啊 向前 向前 硬打了 慈禮宗打回頭 哎 踢 鬥志相當 求慈禮宗 踢 哎 拿分拿分 好高分 第三回合結束 打得好 雙方拳手打得好 師傅 這場總決賽真的很精彩 第二個回合 你們會看到 剛才是阿裔領前 第三個回合 開始的時候 阿裔也打得比較好 但是 前禮宗 最後那分兩分鐘 開始又回來了 又進攻 不是被迫死死的位 其實這場很精彩 這場很精彩賽事 好了 其實今天 63kg 四人淘汰賽的 金腰帶總決賽 已經有成績了 這場賽果就是 一個權證比和 一個權證比和 一個南方勝出 兩個就比南方勝出 換至今天 金腰帶總決賽 冠軍 就是來自中國的 魏裔 師傅 你覺得這個賽果 合不合理呢 在第一回合 前魏忠 贏 第二回合 就是魏製贏 第三回合 是平手 由於魏裔 在第二回合 擊倒前魏忠 掉到地上 所以 冠軍應該是魏製的 謝謝師傅的詳細分析